沒有 會有一點點的誤差 如果真的待會再做的時候 你覺得太軟太硬了 奶油 因為沒有水分 我們就用奶油 再用我們的雙手 沒有不用戴手套 因為待會還要做夾熱的動作 充分地把它拌均匀 各位你在考试的时候你的奶油有可能是固态的 是硬的因为它会放在冰块旁边 所以它是硬的 那你就要用你手的温度去把它揉均匀 一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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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九都可以